我以为洗石子会很轻爽 哪知道我连一袋石子搬起来都觉得费劲 放松 哦!哦!我掌握到了 对,然后如果上面要掉东西 我们尽量的就是 离远一遍 对对对 我以为洗石子会很轻爽 哪知道我连一袋石子搬起来都觉得费劲 但是他们一天得搬好几袋 搅拌水泥看着就跟搅拌蛋清一样简单 哪知道机器重的差点把我推倒 放松 哦!哦!我掌握到了 哦! 我以为推车子会很好玩 哪知道我推的东倒西歪 大姐推的剑步如飞 瓷砖他一天得搬一两百箱 我搬一箱都使出了全身的劲 我以为很轻的红砖一趟也是一百多块的重量 这些都是大姐平时的工作 看着简单 但确实不容易 第二份工作体验的是这家 卖澎湖特产的小店铺 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炒料 上货 和为顾客打包货品 这个就是澎湖的老鼠斑 这个鱼种在香港非常有名 干贝酱是由出海打鱼的船工发明的 陆地上就是在家里要出门之前就是炒一些加辣的东西 因为在海上总是吃一点辣 也比较不会那么冷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酱类的东西出来 原来干这一行不仅需要对这些基础的尝试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一颗做好工作的心 老板经营这家店铺有十几年了 每一罐干贝酱都是老板精心炫料 并坚持自己炒料的 看到为买了饮料不方便骑摩托车的顾客套上饮料袋 对宅配的货品小心翼翼的包装 保证顾客拿到手上都是完好无缺的 然后再贴这个棒这个纸上去就好了 再请白配来收 这样吗 大概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这样 第三份工作体验我以为我是来享受的 没想到一来就被安排进了工厂里面搬豆子 没错我来到了咖啡烘焙场 这有多重 那边不重啊那边10公斤吧 原来豆子的生活条件可以这么好 会有空调就是温度跟湿度的控制 那基本上我们的豆子是吹18度C的一个温度 一直常年这样保持18度吗 对对对对 那咖啡其实比人生活环境要好很多 是真的因为我在家我都吹这些风扇 其实比较不好 然后在风味上会有瑕疵风味出现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挑出来 那是我们自己一颗一颗的挑吗 是 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 挑 所以挑这一锅的话差不多要挑一天 哦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就不用睡觉了 原来我的拉花也可以展现出如此有个性的美感 然后就拖一下 然后就拖一下 就拖一下 拖一下 往往往 拖一下吧 哦 没有拖吗 好了吗 好了吗 好紧张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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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没关系 等它一出来就好 对对对对 哈哈哈 有一片小叶子看到了吗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琐碎且平凡的 认真工作就是认真对待生活的态度 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尊重自己和他人释放出你的热情和热爱就能收获到快乐和满足 拜拜 哦 哦